飲食跟健身一樣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恆 可以搭配好的油脂 以及選擇好的調味料 哈囉 歡迎來到小模仿料理想不到的 我是營養師Grace 大家看我這一身的運動服 還有後面的背景 沒錯 今天就是要帶大家來健身 先不要急著轉台喔 因為像現在健身的風氣很興盛 然後健身前後的飲食也常被大家討論 所以乾脆今天帶大家一起來健身 然後順便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健身觀念 以及健身前後要怎麼吃喔 我們一起去運動吧 其實很多人可能會認為健身料理吃起來好像太清淡了 或是好像很無聊 或是可能吃不飽 甚至呢 甚至呢 甚至一點油脂都不能攝取呢 但其實這些呢 都是刻板印象喔 今天呢 要帶大家來好好的認識它 讓你們不再對健身料理退避三色 通常呢 會著重在高蛋白 以及盡量選擇圓形的食物 那關鍵點在於呢 可以搭配好的油脂 以及呢 選擇好的調味料 那以調味料來說呢 建議大家呢 可以選擇像是蒜頭啊 紅蟲頭這些 它們裡面呢 含有天然的大蒜素 或是硬化物的部分 對身體呢 有一定的幫助 也可以提升香氣喔 那油脂的部分呢 建議可以選擇植物性的來源 那油脂呢 不但呢 可以提升我們的食慾 然後呢 讓我們的飽足感增加 另外呢 它也是身體啊 一些荷爾蒙代謝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原料 甚至呢 它可以幫助運動後的修復 以及運動過程的疲勞感喔 所以呢 好好運動 記得也要好好吃喔 像是啊 健身前呢 建議大家呢 以碳水化物為主 蛋白質為輔 因為碳水化物 可以幫助我們運動的表現 包含呢 運動過程中的力量啊 肌肉耐力啊 或者是呢 疲勞度的感受 所以呢 像我自己的習慣呢 在健身前會吃一個正餐 那這個正餐當中呢 就是有均衡的食物來源 像是顴骨類的碳水來源 然後呢 蔬菜 以及呢 足夠的蛋白質 在健身前大概三個小時 去完成你的正餐之後 經過適當的休息時間消化之後 就可以去健身囉 那健身後的飲食呢 就是呢 以蛋白質為主 那以你的增肌或是減脂的需求呢 去搭配一定比例的碳水化而物 那呢 這時候呢 健身後補充這些營養素呢 可以幫助肌肉的合成以及修復 那這些呢 我會習慣呢 跟健身前的料理一起準備 然後帶出門運動 在健身後可以馬上做補充喔 飲食呢跟健身一樣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恆 而且呢每天可以搭配不一樣的調味 讓你的健身餐呢不會一成不變 可以保持新鮮感喔 而且用簡單的廚房小家店 就可以完成健身料理囉 現在就跟我一起料理吧 首先呢 我們要先來準備健身前的減脂正餐 那我會喜歡用鯛魚的原因呢 是因為它是優質的低脂蛋白質 而且它肉質呢是比較軟的 我們先來處理它吧 那接下來呢我們調味粉撒完之後呢 記得把它稍微抓一下讓它均勻 這樣呢也可以讓濃濃的九層塔味道 可以吃進去魚肉裡面 可以達到去腥的效果 那這樣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淨汁在旁邊 讓味道稍微吃進去 我們先去處理別的食材 那我們就送入氣炸鍋囉 等待氣炸鍋的同時 我們就可以來處理配菜 那因為冰粉的食材呢 也可以攝取到更多元化的質化素跟營養喔 那因為我們就是用水煮的方式就可以了 首先呢在鍋子裡面 直接倒入金黃蒜油 那我們今天選用的主食呢是五穀飯 所以我們把剛剛的菜色包含氣炸塔香鯛魚 跟其他的蔬菜類擺在周圍 就可以開始享用囉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來準備 運動完之後的練後餐 今天的菜色是 豆包雞肉蔬菜飯捲 那首先跟大家講一個 處理肌理肌的一個小撇步 會有一條這個 是筋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簡單的做去處 就不會影響到我們吃的口感喔 我們準備一隻叉子 就可以成功的去處它 就是它 吃的時候會卡卡的就是它海的 這時候呢處理完的去精肌理肌 就可以做調味的部分 那稍微靜置一下呢 就可以把它放入電鍋當中 那我們在等待電鍋的同時呢 就可以來處理這些蔬菜的部分 那我們在鍋中呢加入金黃蔥油 它可以讓這個紅蘿蔔裡面的 脂溶性營養素 也就是胡蘿蔔素可以完整的示範 那大家有發現嗎 我們蔬菜切的這個大小長度呢 跟豆包的這個寬度差不多相等的 這樣呢待會我們捲起來的時候呢 才不會長度突出來太多喔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進入組裝程序 那都調味完成之後就可以來捲它囉 這樣我們的豆包雞肉蔬菜飯捲就完成囉 這樣呢很方便可以隨身攜帶 在健身之後呢可以馬上來補充 滿滿的蛋白質以及碳水化而物 看完今天的主題 是不是對健身飲食更有興趣了呢 選用小模仿健身飲食套組調味 可以讓你的健身餐有更多的風味 快點擊內文連結即可線上購買 還可以直接載費到家喔 只要掌握我們前面說的健身飲食原則 選用健康的油脂還有營養均衡的餐食 就可以讓健身效果事半功倍 在辛苦訓練之餘也能享受調味的美好 讓你愛上健身更愛享受優質的健身飲食喔 今天的料理想不到的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朋友可以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營養師Grace 有想要看什麼樣的料理主題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們下次見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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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